大家新闻收缩中部计我们可以报道 还看到的是在屏东县的竹田乡 这边有一间藏书相当丰富的图书馆 其实开幕到现在还不到半个月 但是这个图书馆却代表的是一代传承一代的爱心接棒 原来成立图书馆的林俊亮 他们从小就看到了身为刺激人的父母亲到处行善 所以父母亲往生之后呢 他决定跟他的妻子继续爱的接棒 他买书成立了图书馆 希望一方面能够丰富每一个社区里面孩子的阅读视野 能够打造一个书乡社区 同时也这样这个机会来表达对双亲的感恩 一本一本的藏书精心规划放置在各个角落 开幕不到半个月 但这间图书馆却是将近二十年爱心传承的信写 我父亲就是失去母亲 那想要纪念母亲 所以他当时就支出我们乡里面的优秀子弟 像国小 国小的毕业的学生 或是我们考上大学的还有清函的 其实林俊亮的双亲都是慈纪委员 在民国七十八年就成立基金会 帮助清函学童 后来双亲先后此事 善的力量林俊亮继续接棒 他以父母的名字成立泰美基金会 并且跟妻子共同成立图书馆 培训故事妈妈 就是要让乡里的孩子喜爱阅读 心有余力就给他做啦 让更多人来阅读 让我们办更多的课程 让我们这父亲的小孩能够有更多元的一些教育资源 两万多层的藏书还定期举办活动课程 经营图书馆其实并不简单 但林俊亮反而是越做越欢喜 也希望双亲的爱能够继续延续下去 大爱新闻华佑林成立委屏东报导 好 从这个星期开始呢 每个星期五的医疗新闻周记呢 这也是智慧人与守护爱 特别请医生们来探讨